主席請部長 長期必須要進行這個邀訪的工作 但是這個工作呢 一定要符合美國國內的法律 才不至於變成醜聞 那我們也知道 因為我們外交處境的困難 有時候台灣做一個相對比較小的國家 這些議員來台灣的意願不一定那麼高 尤其現在中國大手筆 一團一團的邀他們到中國去 這個難免我們需要 拜託一些民間的團體 一些學校 找一些由他們出面去邀請 這個都是無可厚非啦 都是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外交的需求 但是就像剛剛蔡委員講的 那我們大家也應該要堅持的就是說 不論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要去 我們要邀訪 邀這些美國的議員來 一定要遵照美國的國內的法律 那尤其是幾年前 你應該很清楚 幾年前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案子 這個 這個Abramoff的這個案子 甚至有國會議員 因為接受 出訪的招待 出國的招待 判判刑三十個月 您講的一點都不錯 事實上 我們今天的處境確實是相當困難 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 讓國外的友人 來多了解我們這個地方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做法 我們也是一樣 一定要遵照相關的規定 尤其是美國國會自己本身的規定 你看中國邀了那麼多團 都還沒出現過 這種scandal 還沒有台灣出現的頻率 我們去聘這些公關公司 在幫我們說公關公司應該很清楚 這個沒有處理好就是很嚴重的下場 把議員搞到去坐牢 幾年前就發生過 我們代表處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都千真萬確確定要符合美國的規定 現在顯然沒有 才會他地方的媒體這樣報導 搞得人家議員很緊張說要退錢 但是退錢還搞不好已經太晚了 這個如果地方真的去介入調查的話 他接受 名義上接受文化大學的邀請 但是文化大學 從階級到接待到議程的安排 到台灣行程的安排 有沒有任何參與的機會 這就像 就剛才說的 你做到不夠優 你既然名義上 你要文化大學出面去處理 去接待 你一定要有相對的學術交流的基礎在 否則沒有辦法合理化 這個兩萬多美金的這個 這個邀訪 你要跟人害到 我想我們堅持的就是 我們要根據美國相關的規定 來處理這些邀訪的工作 我們繼續 這次的邀訪 這次的邀訪 顯然做的是 中間是有缺失的啊 我們會了解詳細的情形 我們會了解 現在美國新聞媒體都已經報到 紐約的媒體都報導啦 不是只有這些 這個公民團體的這些電子媒體喔 主流的媒體還有這個議員選區的地方媒體都在報導啦 你現在去了解他到底當初的行程是哪一個單位在聯繫在安排的 如果說你邀訪的單位 你要找人家擺手套去出面去做處理你 你整個也要依法 也都要依法辦理嘛 我們會把這個相關在這邊活動的情形進一步了解 是不是你們了解也應該要公布啦 因為這個公布喔 美國也會來相關這個委員會調查的過程當中也會來進行調查 你們自己要做好準備啊 不要害到議員去坐牢啊 才幾年前2007還2008年 我就記得美國有這個案例 因為議員接受招待 出國 判刑三十個月 我們了解這個這個案子啊 是媒體在做這個報導以外啊 這個美國國會的這個紀律委員會 並沒有就這個問題來採取任何行動 他可能還沒有啦 過幾天可能就有了 我們自己本身要進一步了解 而且你不要搞到其他議員以後都不敢來台灣了 我們會來檢討 好 那另外呢 因為今天的這個解凍案喔 涉及到這個西藏的問題喔 那這個西藏 我們對西藏的政策喔 我真的要講啊 我們外交部到現在都還是在歧視藏人啊 為什麼一樣是台灣人的配偶 台灣人嫁給藏人 台灣人取藏人為妻 但是他的配偶到現在 都還沒有辦法在台灣 居留比照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 你們到現在還不願意發給人家居留的簽證 別的國家的外配來台灣既然結婚了 他原來的進到台灣的簽證 他就就可以做調整 可是到現在藏人的外配幾天前來跑來立法院 在抗議 在陳情 藏籍的外配到現在還沒幾個月還要花花錢出國 再重新辦一次簽證再進來 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違背了我國政府所簽署的這幾項的國際的人權公約 也違背了我們的憲法 你們還繼續歧視嗎 各位委員報告 您剛剛提的這個事情喔 我們的了解是這些在台灣的這些藏人 他們是無國籍的 他拿的是印度的旅行證 旅行證自己本身 並不是國籍的證明 所以我們歧視無國籍的國際難民嗎 別的先進國家正正重視人權的國家 都會承認印度發給的這個 這個IC的這個證件啊 IC的國際旅行證件很多國家都承認了啊 為什麼獨獨我們還繼續歧視 為什麼獨獨我們還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我們既然已經願意發簽證了 為什麼他的配偶需要做的機流的程序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處理 因為對於在印度所拿的這些IC簽證 各個國家的做法都不一樣 我們的做法跟其他拿的這個 別的國家的旅行證 一樣的做法 並不是獨獨對印度所發的旅行證的這個 持有人 部長你很清楚啦 你待光澳洲你知道澳洲的國會議員 美國 意大利 歐洲各國的國會議員 聽我們會為我們講話的這幾個國會議員 事實上跟支持西藏 處境跟同情西藏處境的國會議員 重疊度是非常高的 你很清楚 我了解 如果他們都得知我們政府歧視藏籍的外配 並沒有歧視 不願意發拘留簽證 不願意讓他們比照其他國家的外配來入籍 你想他們會做何感想 並沒有歧視 他們這麼支持台灣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因為我們支持人權 委員 我跟你報告 並沒有歧視藏人拿的這個印度旅行證的這些人 並沒有 所有拿別的國家的旅行證的人 不只是印度旅行證 所有拿別的國家的旅行證的人 我們都是發給他這個 那他跟台灣人結婚 他甚至在台灣生小孩了 有關 但是他在台灣卻居然沒有居留權 幾個月要出國一次 被當成無國籍的難民 他既然跟台灣結婚了 他就應該要比照外配 有關 要能夠住在台灣 讓台灣的小孩子的爸爸媽媽 能夠跟他有權利在一起啊 你逼他沒幾個月要出國一次 還要花很多錢 這不是歧視是什麼 如果你的相關的法規 法令 有相關的規定的話 你們應該進行檢討啊 應該進行搜索 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好幾年 我上一次當立委的時候就已經存在 你們到現在檢討了四年 還沒有任何的改善 還繼續在歧視 而且這其中 我們還簽署了這些國際的人權公約 委員 跟你報告 這個問題不只是單單外交部發簽證的問題 其實 外交部在發給他們 這個沒有辦法給他們居留簽證的時候 我們發給他的停留簽證 都是最長的那一部分 你既然可以發停留簽證 表示你對這個IC證件的公權力 是有一定程度的承認嘛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現在的法令 沒有 部長 這個事情真的要檢討啦 這張到我們國際的形象啦 我們去歧視這些外配 你讓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這個問題啊 我分兩個部分來說 有關旅行證的部分 有些國家 很多國家 事實上 他只有讓他有旅行的方便 並沒有 有義務 保護他們 更沒有有義務來接納他們 如果拿著這些旅行證的人 在國外旅行 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要送他回去 有些國家都不接納他的 所以變成就是 你說你沒有義務保護他們 那這些台灣人嫁給藏人 跟藏人結婚 那他們就該受到歧視嗎 我們國家就不該照顧他們 他們人道沒有結婚的自由 他們要跟哪一個國籍的人結婚 他們這些台灣籍的這些配偶 難道他們也要面臨 生活上這麼辛苦的狀態嗎 讓我說明第二點 有關你提的這個問題 藏人拿著印度的這個旅行證 到台灣來 跟我們的國人結婚 他有沒有辦法在這邊拘留 這部分不只是牽涉到外交部發簽證 事實上是拘留的部分 跟其他機關的職權相關 來政府說是你們外交部不要發簽證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現在說跟其他的居留的 單位有關 這個跟其他機關的職權相關 所以現在行政院已經 責乘相關機關 共同來商議解決的辦法 那既然已經責乘了 那我希望你們能夠快快的解決 不要讓我們懷疑這些 讓別的國家最挺我們的這些國會議員 開始在跟我們關切 我們歧視藏人的這個政策問題啊 你很清楚啦 這些議員同情我們支持我們的 一樣都很同情藏人的處境啦 我也很了解 你對於藏人在台灣的 他們的複雜性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什麼叫做他們的複雜性 他們跟台灣人結婚他們很複雜嗎 他們比其他的外配複雜嗎 就因為他們是流亡的 就因為他們有政治主張 就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的家鄉 他們很複雜嗎 確實很複雜很可憐很辛苦啊 對就是有一些因素 我們一起在幾個機關會來共同討論 好那大家一起來解決啦 那最後其實我們今天真的也要關心的是 我們這個駐外人員的這個房租補貼 但是我覺得到現在外交部還沒有說服我們就是說 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標準 在提出這些房租補貼 例如說 住布吉納法所的 房租補貼 比住紐約的還要高 這是什麼標準 我們都知道紐約的生活費是非常高 我就不相信 布吉納法所的物價 他的生活費會比紐約還要高 這是很奇怪的標準嘛 那你們應該把整個標準列出來 我們才能夠支持啊 對不對 那不只是住宿的問題啊 包括現在我們外交 外交部提供 讓我們出 我們出國期間 好去住飯店去住旅館 你們都有一個標準 可是你們下的標準也是要做檢討啊 像以你們現在 華府倫敦的標準 我們去華府 我們只能住郊外的汽車旅館啊 對不對 這個不需要檢討 我就不相信 部長你們這些長官到華府去 你們是在住汽車旅館 以現在的標準 有時候熱忌的時候 有國際會議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住在市區裡面 當然我們都不要求 要奢華要住的多好 可是安全乾淨 你不要讓人家看到我們住的地方 欸感覺抱歉抱歉 不要變成說我們的標準是第一道 第一道我們在做外交的時候 還躲躲藏藏 不好意思讓外國的國會議員吃飽飯 開車送我們回飯店去 因為我們住那個郊區的Motel 這樣抱歉 因為我們現在的補助標準 就是這個樣子嘛 那一樣我們住宿 部長你以前住澳大利亞 我也去拜訪過這個 我們這個代表的這個住的地方 我也有說過啊 人家別在國和台西 那房子都一間一間很漂亮 啊我們的相對看起來很寒酸 我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們也覺得我們住外人員 要有一定的這個 我們願意支持 可是你們標準要列出來 那我們更重視說我們住外人員的安全問題 謝謝 如果他要加班的時候要晚上回家 是要經過危險的地區 我們寧可多花一點錢 讓他能夠住在比較安全的地方 但是你們的標準要出來嘛 你們每個地方每個國家的物價 你們這個標準 我看這樣好不好 部長你解釋一下那個 部吉那法說為什麼房租比那個 貼補貼 比紐約還貴嗎 解釋一下吧 好 部吉那我現在先把這個標準先說明一下 我們分配的這個標準是包括 衛生跟醫療分配是15分 安全的分配是20分 教育的配分是5分 生活品質配分是20分 地理位置跟氣候配分是10分 精神隔離的程度配分是20分 政策因素配分是10分 這些因素每一個地區來評比的話 部吉那法所 我看他是在 就是生活條件惡劣啦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多補他 多貼補他一些錢 大家就說一試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那個 這樣我們了解 因為那個 但是一樣的標準 那個土瓦魯也是生活條件惡劣 但是他補助就很低 所以你這個標準還是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還是 還是要提 你說部吉那法所生活很惡劣 我們補貼多一點沒有關係 但是一樣土瓦魯更辛苦 你們要規劃一下好了好不好 好 我們有一個標準給我參考 收一份給 收一份給小委員嗎 好不好 謝謝小委員 謝謝謝謝 底下請 呃 陳真香委員 不好意思 開那個字